YTD函数 首先,这个YTD函数呢 它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说 本年到此日的结果 例如说,假设我们今天看一下 1月1日,1月2日,1月3日每天的销售 你要看的是,例如说 5月10日,算到这一天为止 它的一个销售,它用的一个方式就是 Total 1TD 就是今年到这一天 它计算方式,我觉得还蛮简单 我们是不是还是要做一个加种 加种后面,我们就呈现 就是看你要算到哪一天 看你要算到哪一天,怎么算呢? 怎么定义呢? 在这个地方,它就以订单的日期 来当作是一个计算 我现在是因为 举的这个例子 它里面栏位,有一个栏位叫订单日期 那我们这边 如果说我们自己来去做计算 等一下 那如果我现在想要去计算 计算什么呢? 结算到现在为止 结算到现在为止 它的一个累积的数值 它的一个累积的数值 是说很像我们刚刚算那个EARLIER 但事实上它还是有差别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说新增量值 怎么算出来这个数值呢? 至少刚刚那个EARLIER 它画出来的不是像一个累积的图 刚刚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算出来这个数值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怎么算 在这里销售,销售里面 我们增加一个量值 新增量值 这个新增量值 这个新增量值呢 就是 只要是数值 我喜欢给它前面加一个锦字 你当然也可以不去加 那这个YTD 就是结算到现在的 我把这个数值改掉 好,比如说 总价 写那个 总剂值 就是结算到现在 总销售额好了 总销售额 就是说 这个YTD 就是结算到现在的总销售 是多少呢? 好,我们在这个地方 去用一个函数叫做TOTAL 你看在这个地方 它有结算到今年的这一天 有结算到这一季的这一天 结算到这一月的这一天 可以吗? 例如说 有时候我想要去比较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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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6月 6月 6月1号到6月 今天是19号 那我就比6月1号到6月19号 在19天 跟什么 去年的6月1号到6月19号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就必须要用这个 MTD 那 假如说 现在我先交这个YTD 结算到今年的 那既然是用YTD 那就是从1月1号开始算 1月1号算到6月19号 跟什么 去年的1月1号到6月19号的比较 好 这不太一样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选择这个TOTAL YTD 好 接下来是不是一个运算式 这个运算式就是用加总的方式把它加起来 好 所以在这边加总 在这边我们是不是一个销售 有一个总价 然后 接下来我要用到的是日期 日期 好 那 我们现在就先来看一下 因为 因为 它在这个地方 它用的是一个这样子一个数值 好 比如说 Year End Date 它就是 也许我们今天放的是一个 反正就是跟日期有关系的一个数值 好 我们通常做这件事情 我们就是去看冷击 所以会全部把日期都放进去 好 那日期的话 在这边我们就直接放资料表里面 销售 销售 现党日期 销售 然后又刮鼓 那有了这个数值之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放进去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边的意思就是说 到现在 是不是 476 55 它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结算到 这一天是这个值 2008年1月1日是这个值 没问题 好 那这一天 这一天 这一天 结算出来是这个数值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总价 这个总价 并不是一个冷记 好 它只是把这一天算出来 那如果说 假设我今天 我换掉 我不 我不呈现日 我不呈现日 有看到吗 好 就是这个月的数值是多少 它是不是直接马上帮我算算 这跟刚刚的一个算法会不太一样 刚是不是累积 好 现在没有累积 现在就是说 这一季二月到最后那一天的总total 是多少就算出来了 这个是 这个计算的方式是什么 这个计算是 我以拆分日期 以日 日来去做计算 好 那这是以什么 以月来做计算 那这个计算 这个值 这个值 这边是2018年季度1的1月 对不对 这边是2009年季度1的1月 可以吗 好 这他都没有把它并在一起 没有并在一起 因为本来我是不是说 这日期有分 各季的比较 他会把那个2018年1月跟2009年1月 合并在一起算 他现在这个数值是不会合并在一起算的 好 接下来你看 我可以去做这个 这个值跟这个值的一个比较 就是今年的第一季跟去年的第一季来去做比较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来去看连续资料 连续资料 点一下这个建档日期 它就变成累积值了 累积值各位可以了解 就是说这个数值加上这个数值累积到1月2号 因为刚刚那是一段一段一段 就是一个时间 应该讲说同一个性质的把它就是聚集在一起 现在这是连续时间 连续时间才会有累积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在算刚刚之前我们曾经教过的 earlier 那个累积的数值 当我们今天日期资料是连续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数值 好 当我们今天这个日期资料 这个日期资料 我们不是 不是那种累积是一段一段的时候 例如说我想要去做个计的比较 我们是在比这个数值跟这个数值的一个比值的差别 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一段一段的时间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刚刚这个地方 这个根本就总计根本就不用呈现出来 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要画的是那个累积 因为我们通常比较的话我们是比较那个累积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建档日期改一下 改成连续的 好 来去看这个累积的数值 而不是去看那个销售值嘛 好 销售值 所以呢 怎么样去画出这张图 好 复制贴上 我们就直接把这张图改一下 好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总价拿掉 因为总价放在这边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好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我累积2008年累积的销售 它是不是从这边是1月1号 1月1号 1月2号 1月3号 这是在看什么事情呢 就是这个斜率跟这个斜率的增长 好 我们就是在比较说 假设今天某一段期间 这斜率的一个 现在看起来我们感觉它都是大概差不多 好 因为以趋势线来看的话 它大概就是这样子影响斜线 好 这是我们去做这个YTD的比较的时候 可能会去看的这个数值 那当然如果这个数值 维持在一个平平的这样子往右的移动 那我们就知道它根本就没有增加了 好 所以记住 如果说今天我们来画这张图的时候 累积图的时候 你可以用折线图来去画 因为它在这个地方 这个值以连续的时间累积上去 那刚刚不是还有一种吗 如果我们今天这个值 我们不是用累积 我们是用日期阶层 是不是年月日 好 那我们先关掉 好 假设我们今天画这张图 然后一样复制 这边不能用右键纸 用快速键 贴上 好 来去画一下这样子一条线 你有没有发现 我先把总计关掉 好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这跟我们画总计出来的结果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好 所以我们不能看这边 只能看这个地方 好 以G来去做观看 然后 因为我这边只放到G 放到G 等一下 改一下 增加 好 好 例如说我们看 这是G 这是月 这不是跟总价一模一样吗 可以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好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去看YTD 如果是以就是 应该说不是整合的 不是连续的值来去观看的话 那就等于看总价 好 如果说我们今天 用连续的时间 我们等于说来去看的是累积 我只是这样告诉你 这样子的一个应用 好 那这可以看什么 这就跟你看总价是一样的 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 我们通常是在看这个累积的变化 累积的变化 好 那就请你们动手来去做一下 咯